今天我做了百吃不厌的红薯糯米糕 想吃的我们一起来做吧 准备一个超大个的红薯 洗净去皮 切蒸包包的厚片 摆入蒸锅蒸熟 蒸熟的红薯用擀面柜按压成泥 加一勺白糖 两大勺糯米粉 搅成面絮状 下手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将面团团成圆球 粘上青碎 再粘上一层白芝麻 再按成视频中这样 全部这样做好 平底锅刷上食用油 放入锅中 上面再刷一层油锁住水分 煎至一面金黄薯透 翻煎另一面 煎至六面金黄薯透出锅即可 红薯糯米糕制作完成 年年糯糯全家都爱吃 进来的老铁都看到这儿了 能否点个免费的小爱心 加关注支持一下再走呢 感谢支持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米湾